迪斯尼的想法正好迎合了当时的潮流 在50年代的美国 科幻小说前所未有的受到大众追捧 而恰好冷战中的美苏之间的科技竞赛 已在那时拉开序幕 整个美国都在梦想着 所有科幻小说里的航天飞船 机器人和火箭都能在一夜之间成为现实 镜头后面一切如箭在弦上 美国已经开始秘密发展间谍卫星 但是他们却对外宣称 这是和平的科学卫星计划 这个消息令赫鲁晓夫很震惊 美国真的要把卫星发射到太空 发射到莫斯科的上空 苏联绝不能输了这场竞争 1956年春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亲自参观了科罗廖弗研制的 长距离火箭R7项目 这就是后来苏联使用次数最多 稳定性最好的R7火箭 此时已出具规模 听了科罗廖夫的讲解 赫鲁晓夫难以抑制自己兴奋的情绪 就在这个时候 科罗廖夫再次提出了 他的人造卫星计划 他告诉赫鲁晓夫 只要在R7火箭升空时 把核弹头换成人造卫星 作为实验发射 苏联将是世界第一 并且R7火箭能为苏联 打开军事史的新篇章 人造卫星将能侦察 地球表面的任何地方 赫鲁晓夫终于同意了 他说 即使美国人 有闪闪发光的新车 而我们则要拥有 岳目的新卫星 科罗廖夫的机会来了 当时那个卫星呢 实际上也得秘密地进行 除了科罗廖夫领导以外 当时这个苏联有一个 著名的这个 总设计师叫吉洪拉沃夫 他是负责这个卫星研制的 1956年 苏联政府终于做出了决定 批准研制一颗重型人造卫星 并从R7火箭上 开发出一种派身型运载火箭 而对于卫星 事实上 根据当时的技术水平 最初设定的技术指标 明显过于先进 这种超前的设计 使得研制工作变得十分艰难 就在整个卫星小组着急之时 苏联人又听到了一个坏消息 美国海军即将进行卫星发射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美国人想要成功发射人造卫星 还有很多弯路要走 他们最值得重视的科学家布劳恩 还不是真正的美国人 尽管冯布劳恩只见过希特勒两次 但是他的国籍和纳粹背景 始终影响着他在美国的发展 很多人认为他是一日纳粹 就是终身纳粹 因为上次从布劳恩 他加入美国国家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他是做一个战俘 当然美国人是 把他做一个科学家 给他非常的优待 那么作为他当时的选择 一个他当时的苏联 他是这个共产主义 他不太希望过去 那么英国他是可以选择的 但是由于英国是 他用他的火箭 给英国造成最大的创伤 是英国 所以他觉得他也没法去英国